欢迎收睇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爱乃军裕 今晚较主要新闻包括 过去一个几月有近80人感染侵入性月形脸球菌7人死亡 估计部分感染个案与处理淡水雨有关 警方在东涌发现多手改装快艇拉了一个青年 乡新内容 过去一个几月有7人感染侵入性月形脸球菌后死亡 当局估计部分感染个案和处理过未经烹煮的淡水雨有关 有专科医生提醒去街市的时候 要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到海鲜 去街市买海鲜 不少人都可能和他一样伸手自己选 近期多了感染侵入性月形脸球菌个案 出现败血症、脑木炎等等 部分人曾经接触缓雨等等的淡水雨 亦都有人手捕有伤口 处理未经烹煮的雨雷 上个月至今个月10日 有79宗入院个案 介乎一个月大至96岁 有7人死亡 仍然有近40人留意 卫生防护中心说 最少32宗个案感染的病菌 基因排序和到訪过的街市环境和乳酿本吻合 包括荃湾阳屋道街市 担心的就买少些 不过现在多数都和他拖聚 我们几十年卖淡水雨 都没听过吃淡水雨会有种菌 基本上都不碰 但偶然间有些公公婆婆说她一定要碰 那我就准备一些手套给她 有鱼档档返说因应事件加强了清洁档口 亦都加密了鱼干教换水次数 卫生防护中心说 在元朗基地街得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亦都找到同一种的病菌 游转货医生认为 短时间出现多宗同类感染并不沉常 不排除海鲜批发箱源头污染 分货到街市鱼档那时再全开 一个鱼档有淡水雨的盆和淡水雨的盆 可能只能放在旁边 这些菌可能走到旁边也不奇怪 鱼饭可能会碰完淡水雨 接着会碰咸水雨 所以你能否确保你卖咸水雨没有东西呢 曾奇恩引述医学文献说65岁或以上有长期病患人士 患侵入症月刑链球菌 每10万人有4.7人死亡 提醒搜捕有伤口的人要包紧好再戴上手套 才处理美经烹煮的海鲜 《无线电视》 刘杰玲 报道 警方在东涌发现7艘改装快艇和12部延外机 市值大约500万 拉着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17岁青年 多艘快艇和延外机被收藏在东涌道 一个占地大约15000尺的露天停车场 警方早前接获情报 说有不法分子将走私快艇收藏在较偏远的地方 包括东涌一个私人经营的停车场 早上到场突击搜查 在停车场角落一处草床 找到7手长8至13米 宽大约1.5米的快艇 部分快艇更加安装了大马力引擎 警方说这批首诺岛的引擎马力达到400匹 最高时速可以去到50海里 即是相当于陆路时速80公里 警方说停车场轮近河边 不排除不法分子利用吊车 将快艇从河边吊到停车场 这个场地我们暂时在调查中 究竟它是纯粹用来储存 还是用来改装 还是用来维修 某部分船是有一些既认 但这些既认或计算 都可能是一些不太清晰 或者是脱落了的油漆 这个我们的验证 是与海事处作出一些沟通 看看这些船是否登记 从而去检查一下 究竟它有没有经改装 还是其他用途 以作进一步行动 警方拘捕一名17岁青年 是停车场负责人 又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不道 水警高级督察林软仪因工殉职 部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至今有8个纪律部队人员 涉嫌发布相关嘲讽信息被停职 会宣传刑事方向调查 女高级督察林软仪上个月底座快艇 在沙洲追捷走私不法分子的时候 遭到对方的大妃撞回 林软仪堕海殉职 而事后有网民发布嘲讽信息 有立法会议员表示关注 对因公殉职的执法人员 亦以奎落 甚至庆祝 实在是极度冷血的 我认为亦都是无良 和灭绝人性的行为 更令到人惊讶的 竟然有多名来自不同 紀律部队的执法员 他是不是真的有犯法呢 我们比较存疑些 很可能都会某个程度上放山 到最后就是可能警告信了事 那些没有营养的一些言论 是没有规管的 八位的同事 他们已经是停职了 其实停职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我们首先就循刑刑事的方向 看看会不会有刑事的罪行 如果有刑事罪行 有足够的证据 我们会考虑作出拘捕和检控 不论政治理念或立场是怎样 出于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 都绝不应该以遇难事件 作出挖苦去恨灾落和 邓炳强又说未来打击走私活动 会议科技不排除出动无人机 以及跨地域合作 替代在海上进行过分危险的行动 另外珠海公安水警船 日前追折怀疑走私快艇的时候 意外进入日本港水域 早前本港警方也说 临苑而殉职当日 水警小艇也一度越过内地水域 由资深水警透露 未见相关越境情况增加 因为水警小艇上的雷达 能够显示到本港和内地水域的分界线 如果靠近内地水域 支援人员会用通讯系统提醒 但他说有时候行动紧急 小艇马力大 可能不小心越过水域 但两地警方在对方水域都没有执法权 就算越境阻止疑犯 仍然需要通知当地的部门处理 无线电视机第一流进入报道 先有四一会 稍后回来回报道 立法会三独通过劳房租务管制条例草案 包括规定业主和租客逐租的时候 以一成为家租上限 陈凡预计要十多二十年才可以达到公屋三年上楼的目标 回来新闻时间 立法会三独通过劳房租务管制相关条例 审议期间多个议员要求设立起始租金 政府说目前并不可行要进一步收集市场资讯 加入劳房租务管制的业主与租客修订条例草案 规定劳房业主必须和租客签订 列明双方权利和责任的书免租赁协议 租期固定为两年 期内只能减租而不加租 两年后租客有权被一个月通知终止租药 业主也要为租客提供合共四年的租住权保障 当局局会提出修正案 将业主和租客逐租的时候的加租上限 由百分之十五收紧到百分之十 业主也不可以滥收水电费等公用设施费用 多个议员要求定名起始租金 这个我争取这么多年的事情 最后我竟然需要决定含泪棄权 一个没有起始租金的租管 根本就不是租管 每四年的新租药 业主都可以自由定价 尤其是他听到劳福局想说 很多很多租金补贴来着 加强 业主听到开心死吧 只是第一步的保障 后组的工作才是关键 还有很多的 所以当政府开始搜集到更加多 关于劏房的数据和租金的时候 我都要求当局在两年之后 做这个起始租金 估计有超过十一万间的劏房 特征各有不同 决定起始租金时 理应考虑每间劏房的特征 而个别劏房的租金水平 是受众多因素影响 即使位于同一个单位里面 各个劏房的租金水平 亦会因应一籃子因素而有所分别 当局说目标先透过条例草案 规定业主在租期开始的六十日内 行差向物业股价柱提交租金等资料 以便当局检讨措施成效 適时考虑进一步措施 毛先电视记者 扎月文报道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 继及未来十年新申请家庭 要十几二十年才可以达到公屋三年上楼目标 有议员批评政府没有理解市民等上楼的痛苦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土地房屋政策 包括发展新界北部都会区 又说找到350公顷的土地 未来十年建设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已满足30万1千个需求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 有不少议员都关注 三年上楼的目标需要用到多少年才真正实现到 如果中间假设没有一个新的申请的话 我们去到30年的时候 供应就可以满足到需求 那个计划是这样的 但当然在这十年里面 都会有新的家庭 因为一些情况 它会继续排队 所以我相信大概都是要十几至二十年 我们就应该可以做到 那肯定是本质 那居然的答法是要十几二十年 这个完全是没有理解到市民 现在等着上楼的痛苦 平均每年新增的公屋个案是2万 只要政府是做到每年公屋供应是3万 加上现在是有一个每年回收的单位1万的话 其实大概十年左右是可以追得回 也都有议员问到 政府可不可以调高 新界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的地积比 在短期里面是可以即时增加的供应 例如现在新界其实很多的地积比 都是五倍、六倍左右 其实可以考虑参考市区 去到七倍、八倍都可以 如果土地是适合的 交通、环境都是配合的话 其实就已经可以将地积比率 在交一般可以提升到百分之三十 但是去到一个是 包括都会区的发展的时候 我相信是发展局或者地政总署 规划住的那方面 在一个土地用途规划会有所改变的时候 这当然也会有转变的 也都有议员表示 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早前有关房委会建屋太慢 就要代给轮后公屋现金津贴的想法 陈凡就说 这只是代表着特首关心房屋问题 他并无补充 无线电视记者王线何不道 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永的妈妈 要求港府和台方商讨 将疑犯陈同佳送到台湾受审 陈同佳一方公开文件 说曾经七次致电台方 但之后对方拒绝接触 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出狱近两年 至今仍未赴台自首 死者潘晓永的妈妈 早前公开邀请陈同佳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协助陈同佳的姓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 曾经协助他的民建联议员李慧琼 周浩鼎等人 早前去到政府总部外对质 各人早前已拒绝出席 潘晓永的妈妈说 促请各方被陈同佳受到法律制裁 我不可以沉冤得虚 永远都是这样拖下去 我们真的很辛苦 真是 多难才养到一个女儿十岁 但是这个政府 一点都不做 一点都不理 为什么我觉得台湾那方面应该严重了些什么呢 台湾都说过先协助 然后才可以签证 香港政府为什么不做呢 不跟我们谈呢 第一前提就是大家先谈了 连坐下谈都不肯谈 或者电话谈都不肯谈 那怎么做呢 做些什么呢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潘晓永妈妈的情况值得同情 又重新陈同佳愿意前往台湾自首 要求台方停止政治操弄 管浩明说一直希望陈同佳面对做错的事 回去台湾自首 重新自己对得着天地良心 又公开台湾律师 向台湾市林地检署的刑事陈报状 当中表明陈同佳回台的意愿 又说去年10月 已经7次致电案件的单一窗口 但是对方说 需要台港双方先谈好事宜 才让陈同佳赴台 要求他们不要再致电 母线电视记者 刘晋玉报道 台湾法务部对于潘晓永的妈妈 要求将疑犯陈同佳承知于法的悲痛心情 感同身受 但说案件证查图诉讼程序 应该根据台湾刑事诉讼法规定处理 呼吁港府积极回应 市林地检署向港方取证 和遣返陈同佳的需求 再经由台港两地司法互助 让陈同佳顺利归案 令到案件可以顺利征办 吉林监狱有囚犯越用 据报是脱北者 怕被遣返不寒而被除决 回到新闻时间 先看看中国新闻 内地旅游群组疫情持续扩大 新增17宗本土个案 分布在7省市 包括首都北京 内蒙古有餐厅累计最少有20人染病 亦有多宗无症状感染 曾经跨省旅游 内地这一轮新冠疫情 最先确诊的是上海一对夫妇 和同行6人 他们这个月曾经组团到陕西 甘肃等多个景区 疫情继续扩大 他们曾经度过的内蒙古 单日新增8宗本土感染 有餐厅累计最少20个顾客 和员工受到感染 当地实施封闭管理 关闭出入警通道和口岸 所有警区暂停开放 学校亦都停货 至于金属新增的4宗确诊都在兰州 省委建委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出省人员的健康码转为王马 等检测程阴性先准再入省 而北京、贵州、云南、陕西和宁夏 各新增一宗本土个案 其中贵州遵义的患者 曾经和朋友跟团到重庆旅游 这个朋友列为无症状感染者 而河北营台也新增2宗外省输入的无症状感染 2人星期一由北京坐火车抵达营台 住在亲亲家 这个亲戚到访过出现疫情的甘肃 之后证实受到感染 吉林监狱有囚犯越獄 报道说他是北韩前特种兵 当年之前偷渡去到中国 拍即将刑满 遣返北韩被处决而逃犹 公安员红15万人民币追捕 吉林监狱这个囚犯 不断露出火光 他之后由大概6米高的铁丝网 跳到地面 几秒后站起身逃走 之后公安出动无人机 在附近四处搜索 吉林监狱患一个39岁的囚犯 叫做朱延健 身高1.6米 无户口信息 圆红15万人民币追捕 有内地传媒报道 朱延健是北韩的前特种兵 2013年偷渡中国 并潜入多户民居搶劫 合共大概2000元人民币 同一些衣服 煙和啤酒等等 又用刀插箱居民 最终被捕 这个脱北者在2014年 被控偷越国境、盗舍、搶劫和傷害罪 判囚11年3个月 期间两次获减刑 原定一年多后获释险返北韩 偷渡在北韩是重罪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外界猜测他因为怕险犯后被处死而逃犹 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主体结构员工 可以载客连同船员超过6,000人 预计2023年交付使用 用了两年建造的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 在上海的造船厂完成吊装雷达韦 代表主体结构基本员工 就类似于我们盖一座高楼大厦 它实现了结构峰林 我们也已经开始和国内的相关单位进行了联手 未来逐步实现国产化 这一艘巨无霸职目 总长323.6米 闊37.2米 可以再重13.55万吨 有2,000多间房 和16层生活娱乐区域 可以再大概5,200个乘客 和过千个员工 被称为海上现代化城市 为了控制重量重心 整艘游轮近八成都是由4-8毫米厚的薄钢片 搭载精准度要求不差不可以超过2厘米 目前全球的游轮建造都集中在欧洲 之前只有德国和意大利有建造大型游轮的经验 2018年内地造船厂中国船博和意大利的造船厂签订合同 由当地引进设计图做改良生产建造 第二年正式动工 中国船博说 之后会进行仓内安装 系统调试等工序 预计游轮在2023年9月交付使用 内地小学生每年要接受体能测试 当局近年将跳绳压入加分项目 有家长为了子女升学前途 花了几千人民币给子女学跳绳 住北京记者梁卓恩说 读小学二年班的洛洛本来不懂得跳绳 上了跳绳班一个月 现在每分钟可以跳到过百下 洛洛上的跳绳班 二十至三十节的堂 学费叫四千至六千多元人民币 但是她的妈妈都觉得值得 她一年纪的时候 我听学校这边有要求 一分钟要跳一百多个 一百一十七个 所以她的程度肯定不行 而且如果她不会的话 周围有好多小朋友都会 影响她的心理 如果不打成的话 她可能到中考的时候 她有那个分数的话可能不够 根据2014年修订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小学生要考核跑步 養娥起座等的项目 满分是一百分 如果跳绳等级达到优秀 可以压外加多二十分 但是要特围一点都不容易 以小学三年班的女生为例 每分钟要跳一百三十九下 去到小学六年班更加要每分钟一百六十六下 这个体能考核成绩 中学修生都会考虑 有跳绳教练就说 四成人是为了升学才去学跳绳 他们总觉得跳绳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总觉得说跳绳 估计交钱去花这个钱去教跳绳 觉得不值 他更多的估计就是为了应付这个考试 现在普遍地会存在他这个孩子 包括他的运动能力 手脚弦条 或者追力不集中 或者体能不好 等等等等 正好学学跳绳的要求 那么家长才重视说 这个跳绳是需要来去学习 内地当局推出雙减政策 减轻学生的学业和校外补习负担 教练认为学生可以腾出更多时间 加强运动方面的培训 当小朋友跳绳的能力去到一定水平 部分家长更加会给小朋友学习花式跳绳去参加全国性赛事 进一步发掘小朋友的潜能 无线电视书北京记者 能却音乐 全体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收报26,136点 升348点 总成交超过1565亿 全体欧洲股市 接近4,000人确诊 在床单日新高 政府即日开始严格执行 完成集中疫苗 才可以在食肆堂食的规定 东奥性火抵达北京 展开为期百多日的展示和接力活动 回来新闻时间 据了解 当局在日内将会公布 海关副关长何佩珊 接替退休假邓耳海 成为第一位海关女关长 二年53岁的何佩珊 1991年加入海关 当年来负责情报调查工作 一度调任去到保安局 2013年晋升为海关高级监督 主力打击水货 我们首先会见到 什么傘 大家在这里会见到 牛奶这个字 牛奶这个字 其实就是在水货集团 用来代替 配方粉的一个暗号 何佩珊2017年 身为助理关长 先后掌管情报调查 尤其是毒品案件 收藏方法越来越精密 比如在一些蠟燭里面 将那些毒品变成一个液态 混在蠟燭的液态 变成一些含有毒品的蠟燭 并且负责边境和口岸工作 先后主力高铁、港珠澳大桥 和连塘香园为口岸规划 何佩珊女士 2017年获班香港海关榮譽奖 前年晋升为副官长 去年三个官员追截走私船殉职 何佩珊出领同袍列队致敬 他今年4月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强调会积极配合港区国安法实施 何佩珊的丈夫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直上退休的邓二海1987年加入海关做建杂督册策 去到2017年年中升任官长 是第一个由海关内部晋升 不是由政务官空降的官长 无线理智记者吴森宇报道 建造业总工会连续第三年冻生 业界希望未来多项工程可以有罪进行 避免出现搶人 一班建造业工人明年不能加工 建造业总工会决议主要15项工种 包括落魂营土、扎铁、搭棚等工种 下个月1日开始暂时不会调整新筹 维持日薪1250至2600元 就建造业近日就业情况 工会电话访问了1700多个会员 显示业界整体失业率是9% 就业不足率14% 两者都较去年同期下跌19个百分点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大型基建愿景 是否代表建造业人人有公开呢? 我们最怕的是去到明年4、5月的时候 整体都在那里抢人 那时的工资就因应市场不停在调节 你现在看到那些工种 是在互相拉猛 这个起货就去第二个地盘 第二班工种又会进场去做其他东西 当然有些人就不一定是长期的公开 譬如装修这样 他接不到他便要停一停 业界希望在下个立法会年度 政府能够推出多项短期合约工程 解决即时需求 工会又说现在有超过一半的地盘工人 大到60岁或者以上 希望当局加强招聘 并且提供有津贴的专业培训 确保业界有充裕人手保委 武先电视记者吴家軒不道 本港新增4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全部完成接种疫苗 其中3个人涉及变种病毒 包括一个43岁印荣和23岁非荣 以及一个来自新加坡的28岁男人 都在上星期六抵港 验出带有L452R变异病毒株 另一个32岁今月10日抵港的非荣 变异病毒株检测结果是代定 4个人都在检疫期间确诊 至于初步确诊又少过5宗 而新加坡新增近4千人确诊再创单日新高 政府即日开始严格执行 完成接种疫苗才可以食肆和食的规定 又呼吁民众减少社交活动 新加坡已经有8成4人口 完成接种2剂新冠疫苗 但自8月采取病毒共存策略 放宽防疫措施后 确诊人数增加速度较预期快 星期二新增3994宗确诊再创新高 当中3400多宗属于社区感染 501宗在外楼宿舍绿登 13宗属于外来输入 再多7人死亡 其中3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 卫生部说过去28日出现的确诊者当中 超过9成8人症状轻微或者没有症状 当局会密切观察未来几日确诊中数 已确定是否出现新一波疫情 政府早前已收紧防疫措施应对 不过不少民众没有配合 环境局说上星期五和星期六 有超过90人在食市违反两人限聚令 没有保持社交距离或者没有戴口罩 而过去一星期有800多个未完成接种疫苗的人 在熟食中心投食违反防疫规定 被规劝尽快结束用餐离开 当局说星期三起会严格执行规定 若有民众不配合将会请警方到场协助 当局也再次呼吁民众 尤其是长者等高风险群组人士 减少社交活动 以及在必要时才出门 新加坡加强国内防疫同时 星期二扩大开放边境 容许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8个国家 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旅行 只要在出发前和抵达的时候 病毒检测证实没有染疫 入境新加坡后无需隔离检疫 不过美国疾控中心同日 将新加坡旅游警示 上调至最高风险的第四级 呼吁国民避免前往当地 说就算完成疫苗接种的人 仍然有机会在当地感染变种新冠病毒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道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接受医生建议 在温沙堡休息几天 并且取消完定到北外尔兰的访问 白金汉公发声明 形容95岁的英女王精神良好 并说她对无法按计划 去北外尔兰感到失望 声明又说 英女王向北外尔兰民众 致以最温暖的问候 希望可以擇日再访问当地 白金汉公母详细交代英女王的身体状况 英女王日前出席公开活动时 被影响要用拐杖行 令到她的健康状况备受关注 冬奥聖火抵达北京 今早举行火众欢迎仪式 正式展开为期百多日的展示和接力活动 运送北京冬奥聖火的包机 清晨大约六点 由希腊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机场有欢迎仪式 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在清 手持火种灯布出仓门 欢迎奥林匹克核种入场 監局之后在鳥巢北侧的奥林匹克塔 举行火种欢迎仪式 由希腊采集到的聖火 由三个代表护送入场 先由代表燕点手上的火具 再将火具交给北京市委书记 北京冬奥组委主席 赛奇燃点火种台 当局公布 北京冬奥的火具接力活动 将会精简传递规模 增加展示活动 将会分为火种展示 传统火具传递和网络传递三个部分 盛火之后由代表再次引入火种灯 护送到奥林匹克塔的天窮厅 展开为期百多日的火种展示 去到明年2月2日至4日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 会开始传统火具传递活动 大约有1,200多个火具首参与 今次是继2008年后 北京再次接过奥运火种 冬奥明年2月4日至20日举行 届时北京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座 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的商务之城 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之下 当局重新会按照简约 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举行赛事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早前重新 对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充满信心 母星电视记者杨洁宜报导 今次7点半新闻报导杨在为